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 这是文贵 7月15号报平安直播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特别多 这个 哎呀 真是 每次坐在镜头前面的时候啊 给大家想说的话都太多了 但是呢 这个实实在在的镜头片说太多了 大家就时间太长 那么 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呀 是心情特别复杂的 因为这几天来我相信 很少有像这个 最近这几天 中国的社会 政治经济形势 如此之复杂 特别是在此呢 我这个 非常抱着难受的心情呢 要这个对刘晓波先生的 这个过世呢 表示沉痛的哀悼 这几天海内外吧 这个国内虽然明面上老百姓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 但是呢我相信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动荡 我也听说了很多很多让我感动和让我这个失望和难过的故事 那么海外呢咱们就不用说了 咱们大家都看到了啊 大家都是这个惋惜 哀悼 愤怒 但是我还是想说 就我以前说的几句话 我们此时此刻呢 最重要的我觉得 就是要想 我们曾经为小波做过什么 我们能为他做什么 未来我们应该做什么 那么现在呢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小波事情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了 他是我们整个中国人 全部中国人都要思考的一个人 都要面对的一个事件 和都要了解这个事情的发展 随着小波先生 他走向了自由的世界的同时 他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太多了 小波先生的这个事情的本质 和事情的真相 已远远的超出了我们现在所有人听到的看到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一开始 在一年前有人问起我关于小波事情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这是一定是他的结果 因为我深信 我听到的和看到的真相 和事实 和根据我多年来 与这些人打交道的经验 让我知道 他一定是这个结果 包括头几天 还有人在梦想着他能出来 和刘霞能出来 这都是绝对的幻想 包括 说这个有人谈起 小波会选一个什么好的墓地 埋葬 我说那绝不可能 而且一定是让小波死无葬身之地 这今天死无葬身之地这个词 而在小波身上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就是我曾经在明镜第二期 我曾经说过 我们的现在这个盗国贼们 要管天管地 管拉屎管放屁 还要管你的生殖器 还管了 你死了 连你一个买你的地方 他都要管 他都被他生意垄断了 中国能做殡葬生意的 能做这个墓地生意的 没有老百姓 没有老百姓 一定有归伪 土地 政府的官员的背景 才可以 所以死了 葬地他也管 管天管地 管拉屎放屁 还管你生殖器 死了还管你葬你的地 这就是在小波身上 已经发挥到淋漓尽致了 千万 我同胞们 亿万我们的同胞们 你们永远要记住 小波今天的这个结果 绝对不是就是他一个人 也不会因为他一个人获得了诺贝尔奖 他就这样的结果 事实上 每天都在发生 而且一定会发生在你我之间 只是因为他没获得诺贝尔奖 你不知道而已 今天所有的听众们 观众们 你们去拍着自己的胸口说 你能获得这种待遇吗 你想象刘小波这种待遇 把你葬了 还给你 把你撒向大海 那是不可能的 你不配这种待遇 那么你撒也是自己撒去 你葬还是自己拿钱 你不拿钱也没人给你葬 你那几公斤的这个尸体油 还得有人给你连走 你还得付钱 不是每个人都有小波这种待遇的 你想这种待遇都很难 所以中国人现在从这个生 你说了不算 死你也说了不算 活着你更说了不算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在第二集明镜直播 还多次这个爆平安直播节目当中 很多人已经被洗了脑 完全忽视了这些严肃的 严肃的和你息息相关的问题 而且这些盗国贼们 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你完全相反 因为他们非常清楚 他们自己做的是坏事 如何维持这坏事 那就是把坏事继续做下去 那就是握紧手中的枪 使劲磨砺手中的刀 再不行了再上自己的中间的大炮 现在整个中国的宣传系统 整个这个所有的宣传机构 加足了马力 就是弱民 平民 渔民 我们国内的很多中老年啊 这个阶层的人呢 因为现在能吃饱饭 当然了 他不知道吃的是化学物品 因为自己现在还有握住 所以很多人呢都不想失去 而且拼命地感谢盗国贼 那么在这种弱民 平民 渔民的环境下 刘晓波先生的事件 已经在国内很多老百姓心目中 成为了一个真实 可信 合理的 这么一个可接受的事件 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全世界人民不管咱们吃 不管咱们喝 人家看不下去 诺贝尔和平奖的主席到中国去 签证都不给签 以各种理由 咱们这个国家权力的傲慢 和国家主义的傲慢 已经到了你无法想象 我们看五年前 十年前 二十年前 中国遭伤引资 欢迎外伤 欢迎国际人士到中国来的那个环境 和今天比 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今天这种环境是正常的 包括今天刘晓波先生的夫人刘霞女士 现在瞪着眼 撒谎 就那种撒谎 他自由 现在想起他是中国公民了 他需要保护 他需要不被打扰 不被打扰 这个词用的实在是 他已经快被打死了 就死无障碎之对 现在不要打扰 这个词和不被打扰和马上要火化 撒遍荒山野岭 你想想这种对比 这种谎言 这不是一个人操作的 这是一个机构 一个国家 一个组织操作的 这是哪能用一句 没人性 没人权 没民主 没法治来形容呢 而我看到的所有的人评论当中 悲哀悲痛 你的悲哀和悲痛 正恰恰是盗国贼愿意看到的 因为他制造了恐惧 他让你害怕 前天的晚上 一位老领导给我通电话 非常的严肃地问我 文贵 你不觉得这事 你应该好好思考吗 我说我思考什么 刘晓波告诉你们 所有的海外这些教线的 所谓跟这个国家机器 作对的人的下场 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这就是你们的结局 这就叫死无葬身之地 这位老领导是我尊敬的好朋友 他一直在劝我这劝我那 我很尊重 现在我很尊重他 就他中毒之深 中毒了 我完全可以理解 我告诉这位老领导 我说恰恰你说的相反 如果说你们没有看到 这是你们必然的结局和下场 那恰恰是你们的危爱 我说你曾经跟我说过 要想让其亡必让其仓狂 当时薄熙来被抓 我说您给我说这句话 我今天这句话 您应该好好想想 要想让你亡必须让你们仓狂 我说刘晓波先生的事件绝非是结束 他只是刚刚开始 我说他警告了所有的抱有幻想 和为了五毛钱七毛钱 卖掉自己的尊严和卖掉自己的生命和理想的人 告诉他们 你们也会是这下场 我绝不相信 所有的你们这些党员都能进八宝三 我也不认为刘晓波先生这样是个悲剧 我恰恰认为 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价值 那就是用自己的死 证明了你们是骗人的 乌托邦的 撒谎的 证明了是不能存在幻想的 更证明了 刘晓波先生的伟大 我说他这个撒象 你们是荒山野岭 我认为他真正的自由 他会化入无穷的力量 植入到老百姓的心中 而且我告诉这位老领导 我一不信你就走着看 这个事情 所留下的价值和力量 绝不是他和他夫人刘霞女士能想象得到的 因为你让所有人感到恐惧的时候 所有人到最后发出的怒吼 和本能的反应这个力量 是巨大的 我认为小波先生 已经在黑暗中 带来了一缕的阳光 这缕阳光将不可再关注 也不会再被折打 它一定将带来 照亮黑暗 毁灭黑暗的太阳 这就是小波先生留给我们的希望 当时我和一个国家领导人在一起吃饭 我说这个反腐下去会是什么结果 当时他说如果真的反腐 认清制度和腐败之间的关系 拿出几个人来进行警示 让绝大多人收手 然后改变制度 这是好事 如果反腐成为了一个打击对手 或变成极端统治的工具和目的的话 和那一屋子个人 比如说这一屋子人有十个人 你打一个两个 然后立个规矩 大家等等接受 当你打九个 九个都要被打 甚至十个都被打 只留你一个人的时候 而且打完以后大家知道 让你永远要听他的时候 他最后一分钟 发出的怒吼 一定把这个人给毁了 今天我的感觉 刘晓波先生和刘霞女士的遭遇 和他死无葬身之地 这个情况 就是带来了一属的阳光 和那十个人被打 都意识到十个人被打 没有一个人能安身的时候 都没有安全感的时候 将最后的要发出怒吼的 最关键的时刻 这就是我对刘晓波先生的 刘晓波先生的理解 而且我相信 刘晓波先生 他比活着还自由 还快乐 希望他一路走好 中国人民不会忘了 世界任何有良知的人 不会忘了 刘霞女士 这个关于为他的呼吁 我认为大家要客观冷静 呼吁的过了 可能造成的对他们的恐惧 反而害了他 如果不呼吁 不理性地去呼吁 让他们感觉到 不会有那么大的威胁 让他们不放心的话 他出来是不可能的 而且我也希望 所有的那些假公知们 这个伪 这个伪公知们 不要再拿着 刘晓波先生和刘霞女士 在消费了 这会得报应的 做一些自己能做 又愿意做的事为他们 不要再拿着人家 这个平来平去 谁都没有资格评价 刘晓波先生 关键要问问自己的良心 你除了动手指头 用你的手指头 在这个手机上 和电脑上 说了这些事之外 你还做了什么 未来能做什么 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文贵该做什么 能做什么 我心中有数 咱们用事实说话 所以今天在此沉痛的悼念 刘晓波先生的同时 我们更应该去思考 我们的下场是什么 就是未来 这下场是什么 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能做什么 从这几天来 我们大家看到了 中央电视台 新华社 环球时报 几大门户网站 都在播送 这个转播 郭文贵的两个推友 提供信息的两个推友 一个叫陈向军 还另外又不知道什么 给抓了 在这之前 我真不知道 这两位朋友的名字 还有这个宋军 和叫马树的一个 所谓的 给我提供资料的一些报告 这个报道 所有的这些当中呢 谈到的就是几个主题 就郭文贵的资料来源 来源于很低级的人 没有钱的人 穷人 随便得来的信息 然后最后所有人 宋军也好 马株也好 还有这人好 就是郭文贵是个骗子 这个人 这个口无辙拦 胡说八道 篡改这个信息 然后再一个 就郭文贵这家伙给钱 啥 特别天真 一说就给钱 这个到现在为止 这钱 哪个人也不欠 不欠这爆料人的钱 事实上 他们想达到的目的 很简单 就是妖魔化郭文贵 把郭文贵是叫 啪啪郭文贵 骗子郭文贵 穷鬼郭文贵 就是这人没钱了 你别靠他了 这人这是危险 急危险 骗子郭文贵 这人就是个骗子 啥都不是 你们千万别相信他 然后这个银棍 啪啪啪 你看他跟这个啪啪啪 那个啪啪啪 就是妖魔化郭文贵 穷鬼郭文贵 危险郭文贵 骗子郭文贵 这个目的很简单 郭文贵的话不可信 资料来源不可信 而且资料来源有篡改 大家任何一个有良知 任何一个有一点脑子和正义感的人 都可以从中看出端倪 这位陈先生我真不知道 因为我从来不主动问任何给我提供资料的推友的信息 而且我从来别人要一块钱 我可能给两块给十块 从来不少给 从现在以爆料的情况来看 我给出的价钱 我给出的现金 给出的价值 超出他们爆料的百倍千倍甚至万倍 到现在为止 文贵已经花了将近是八千多万美元 上次我做节目 我说我已经花了七千多万美元 现在又花了一千一百万美元 我们现在在律师事务所存的一个1.5亿美元 另外一个律师事务所存的大概是1.3亿美元 我本我是要打算在这三亿美元 本来是两年花掉的 可能是不会超过两年再花掉 因为我们最近还有几个大的项目资料要买 那么这点证明了 文贵早有准备 而且对待所有的提供资料的人 我们都是承诺兑现讲信用 而且这位陈先生还那位先生他穷 说他一分钱没有 他很穷他没有钱 跟我半点关系没有 他有没有钱跟郭文贵没关系 第二说天眼茶不可信 天眼茶不可信 因为郭文贵爆料把天眼茶都给否定了 这也是够夸张的 天眼茶没有提供我们关键的证据 所有的陈先生还有那位抓起来的先生 给我提供的证据当中 就是一个企业连接结构图 就这一点无法证明 也无法否认所有郭文贵提供过的资料 提供过的资料 而且他最是最不关键之不关键 包括宋军先生和马叔先生提供资料 是我过去爆料当中最不关键的资料 他们不就是查了个天眼茶一个结构图吗 他不就是查了一个提供了一个几个人的名单 和部分通行记录飞行记录吗 那这是爆料当中极少的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 那么在这个事情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了人民新华社已不再为人民服务 人民中央电视台不再为人民 这个这个中央电视台不再为中央 不仅仅为中央服务 中国人民中央电视台也不为中国人民服务 这个中国的媒体新华社 也不为人民服务 为谁为盗国贼服务 他也不为正义服务 他为邪恶服务 所以大家呢可以看得到 非常有意思 这就是暴露了所有的盗国贼们 他们现在想做什么 他们到底盗了国家是什么结果 更加向大家展示了盗国贼这个词的概念和意义 非常非常的有实际作用 同时在这些爆料当中 大家可以想象的事情 没有任何人可以提出来说 告诉我谁给姚明山的美国籍 美国社会安全码 美国护照 谁提供了姚明端 姚明端的美国身份 谁提供了孙瑶是王岐山先生 和姚明山和王岐山和姚明山先生的 合法的这个领养的女孩 谁提供了这个孙凤山 是美国的这些资产的代识者 又是谁提供了姚庆先生 各种证件和海外账号和海外资产 又是谁提供了冠军先生的身份证明 和冠军先生在海外账号和海外资产 这些和他们有关系吗 为什么金华社和人民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还不是人民的 在爆料的时候不提起这些关键的信息呢 这就是典型的 这是盗喊捉贼 七山同志监国了 盗国了 他杀人了 现在是不查七山杀人放火 钻查这个现在被杀人的菜刀来自何处 而且是无限化 转移视线 操纵迷 掩盖事实 这些在这些事情当中 已经显得淋漓尽致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郭文贵的爆料是一个私人 今天中央电视台 新华社各种人民日报出来为他们说话 那是国家的公权力 他是为社会服务的 不能为哪个人服务 我和王岐山先生 冠军先生 刘成杰先生 孙瑶女士 姚明山女士 姚明端女士 孙凤山先生 海航 陈峰 王健先生 这些都是关系到国家公权力的 我们不是假以双方 我现在是以个人举报的是公权力 国家利益的人物 他应该有国家公权力的司法机构 出来解释 出来回应 而且特别是 刚才我说到的 在这刚才所拉出来亮接的这几个人物当中 他们的好坏 和有没有钱给郭文贵的爆料没关系 他们爆料的真与假 跟我揭露的刚才所说那些可查的事实 没关系 和你刚才说的冠军和刘成杰 孙凤 孙瑶先生 她女士 她爹是谁 没关系 和你姚明山先生持有美国护照美国公民 没关系 和你坐787 AZJ 737 弯流有几架飞机 没关系 和海航的29%的股权 这个是姚净背后控制 王岐山背后控制 操纵了冠军这个 没关系 和刘成杰和孙瑶控制在美国 这个100多套的资产在你姚家围下 没关系 和王岐山先生和高燕燕女士 这个情人关系 然后呢拿着国家的资产通过中金 大量投资 然后这个给国家赔了巨大的资金 这里边利益和犯罪没关系 和你某明星睡觉 各明星睡觉 范小姐 徐小姐 N小姐睡觉 没关系 况且 我再想说的事情 千万不要忘了 这些公安为什么抓 这些所谓的爆料的最织谋细节的人 那个天眼茶是国家的认可的一个软件 一个机构 你们查是合法的 你们查可以作为证据 你们要想用的时候 它是可以相信的 轮到别人查 它就是不可信的 不可靠的 不可作为证据的 那请问一问 中国老百姓有那么愚蠢吗 所有在镜头面前的律师 会计师任何有良知的人去查一查 除了天眼茶的结构图之外 刘承杰的企业的法人营业执照 冠军的营业执照 那是假的吗 那是工商局备案查出来的 那是这几个人提供的吗 海航的资产 从这个三年前的十个亿 到现在是控制资产二十万亿 资产两万亿 和成长二十万倍在一千天 这个是假的吗 是你陈锋先生海航在网站上亮出来的 冠军刘承杰是你的关联股东 孙瑶是你的股东 控制了已经超过三十的股权 这是假的吗 是天眼蝉茶的吗 那么你这七八机飞机 从2001年到2006年一直到现在 近千次的飞行 都是姚家的飞行 和你相关的利益者的飞行 那是假的吗 是天眼蝉茶的吗 那是宋军提供的吗 宋军说 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飞机干什么 宋军只提供了部分 少数的航班的信息和身份证件 谁在飞机上干啥 宋军也没跟他睡觉 宋军他就是在一个飞机上 他何况没在一个飞机上 在一个飞机上他在屋里干啥 他也不知道 那客观吗 只有他本人和录像 和录音能证明他 还有被睡过的女星 当事人能证明他 应该让当事人说话 这个当事人不出来说话 让中央人民电台 电视台中央人民日报 根本没关系的人 你又没参与睡觉 又没参与飞行 你来出来说话有什么意义呢 在法律取证上完全不可信不可取 这叫做虚伪虚假证据 做假证也是犯法犯罪的 现在很显然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 等这些官方媒体都是做假证 这未来都是犯罪 那么从这些信息上可以看得出来 郭文贵对所有爆料人的保护 对爆料人的真诚的付款 对爆料人的这个支持 更加看清楚了文贵的道德 而且在这里不能说的事情 文贵付出的钱太多了 有N个爆料人已经移居到海外定居了 再也不回去了 成功的是占99.9 这个失败的既有他个人的原因 同时也有这些盗国贼们的黑手 如果在任何在电视和记者媒体 被盗国贼操作的情况下顶着枪 让他站出来说的话 大家能相信的话 那只能说我们太可怜太物质了 所有有关文贵被拉接亮相出来验证的事 都是在失去自由被枪顶着情况下说的话 你觉得这比黑社会还能好到哪去呢 他说的哪句话可信呢 我现在不想一一做出澄清 因为我要保护那些受害的人 我要站出说话之日 你们所有那些谎言之实 我跟你讲这个国家这个组织的盗国贼们 你们这样但凡有一点脸 你们就应该无地自容 应该到女厕所去抛服自尽自杀 因为你们太卑鄙了 从这个几个人来看 我们又看出了头两天爆出 所谓的我又和另外一个助理 什么高总像高总的一个女助理 这个送去跟别人官员睡觉 获得威胁官员的证据 我看了这个我真的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从找出演员来演我和助理啪啪啪 到你们又端出一个所谓我的助理 给我生了个师生子 叫什么郭豪 我和这位我的员工见面 从过去三年间见面 家一起不会超过十分钟 我用我的良心上天说话 这位员工在我们公司工作十几年了 家庭教育良好 而且一开始去就是在我们公司 预达工作到财务十几年 这个孩子是个很优秀的员工 他现在工作的地方跟我严格讲 没有太大的关系 他是其他的几个合作基金 一个工作的一个员工 结果他们用司法权力 从这个过警察网上 抠出人家的大头像身份正像 然后就配上了什么有师生子 郭豪陪官员睡觉 是人民名义的高总 就一个国家机器 盗国贼们能完全凭空捏造 完全视这个女孩子的未来生活 和她家庭和她的尊严和生命安全与不顾 这已经到了丧心病狂 这个到了疯狂的无以复加的程度 我们和那个助理什么王彦平啪啪啪的事件 竟找出演员来 用国家机器用这个最高级的谍报系统来假录音 制造出一个个的看似99.9像真的 但完全不符合逻辑的这种造谣和陷害 对当事人的伤害我无所谓 已经到了真是上心病狂 作恶至极的程度 然后又抓捕啊 这位所谓爆料的陈先生方先生啊 还有这个宋军 还有那个过两天我听说还有四五个人呢 还有两位这个这个这个 两到六位 这在上一上期节目当中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他们已经做好了 这个用我的名义 爆其他领导的料 用我的名义 抓捕伯人名义 来所谓造假料 来陷害当事人 说他们吸毒 社会无业青年 然后呢这个料是假的 然后再造谣和其他这个同事这样的关系 达到的目的就是分离我的家庭 分离我的同事 毁掉郭文贵的形象 把他变成一个啪啪啪的银棍 骗子 穷贵 让人远离我 孤立我 这种险恶的用心和目的 是一个国家的机器 是一道国人们 以全国之力来操作的 而且在这之前我获得了信息 我相信他们能做得出来 但我没想到做这么低级 这么卑鄙 所以啊 过去这几天这几个事情 接下来啊 也跟一系列的事情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说到这呢 我要给大家要谈一些 我要给大家谈一些 这几天来大家都关心的其他几个问题 比如说头两天啊 这个华盛顿灯塔报纸啊 比尔格斯先生采访了我 首先我要声明 比尔格斯先生的采访当中 很多这个是笔物 还有这个翻译和理解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吧 像那个基盛德先生说在洛杉矶那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这个这个 国家呀 我要改变国家那是不对的啊 这这词 我是改变盗国贼 盗国贼 很多观点呢完全是理解啊 这个还有这个文字的翻译 还有一些解释是完全是跟我采访 事实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双方都有录音 方便地说我们都可以把录音这个放出来 但是比较好的事情 就是我们过去接受了几个平面媒体吧 这个在采访当中呢 很多人不对线诺言 比如说我说要求的是 任何修改都要经过本人批准 任何修改都要经过我签字才可以 很多人都完全是乱写 所以我基本上不接受传统媒体 还有平面媒体的采访 但是比尔格斯先生由于和多个我的朋友认识 多年的美国朋友 原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朋友啊 还有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人士 所以说呢我接受了他的这个邀请的采访 我们双方呢都录了音 在都通知对方的情况下 在这个录音当中呢 这个很有意思啊 因为他们带了一个很好很好的翻译 在这个翻译当中呢 可能最好的翻译到最后在落笔的时候 我没有看着这个东西 因为他确实说 我不能把我写好的稿子让你来审 这不符合媒体界和西方的规矩 那我就算了吧 结果出来以后确实有些误会 但这些误会无所谓啊 这个我想澄清的事情 为什么要说这个到美国的间谍 这个事情和美国人谈 我认为派到美国的间谍 他不是像每个国家都有的间谍那样 就是间谍也就是特副工作 特殊的国家命令工作 特殊的行业 他是以维护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 人民利益 国家安全 服务于国家安全的 这些人是应该获得尊重的 每个国家都有 不是中国有 但是这些派出的人 据我所知 不是 很多人都是盗国贼 为了服务自己的海外利益 和国内的政治利益 个人的政治利益 为了达到盗国和控制国家财富 和洗钱 海外洗钱 和未来退而不休 以牺牲国家和民族利益安全 为目的的所谓打着国家的间谍的名义 在海外派出 他既伤害当事国 也伤害我们的国家 这些 形形色色 中国大概200多家 能派出 所谓间谍和发展特务的机关当中 都以着各种国家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将自己的孩子 情人 私生子女 利益相关者 在海外拿着国家的钱 干掉自己的事业 实际上对当事国和中国都是巨大的危害 这些恰恰的是美国人和被派往间谍国家 他们完全不理解的 我认为他们脑子很清楚的理解为 这些人就是中共派来的特务 中国派来的特务 就是伤害他们国家 服务于我们中国的 绝对不是 没那么简单 他既伤害美国 也伤害中国 而且伤害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 和国家的安全 远远要胜过美国甚至 对美国的伤害 那是致命的 因为他们的心理上只有自己 没有任何人 所以这些特务间谍 不服务于任何人 只服务这些盗国贼和自己的利益 而且无恶不作 没有任何底线 这些人 接下来不被戳穿 将对世界的和平 中美两国的人民和国家的安全 都将造成巨大的不可预测的危害 这是他们没有谈到的 另外一个 所有的 现在 任何一个有国际常识 有点国际知识的人 只要他不疯狂 他都知道 中美关系 是决定了世界和平 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和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关键要素 任何行为挑战 包括美国人 想改变这个现状 想挑战这个现状的人 都等同于自杀 他关键他自杀没问题 他要带着所有的两国人民 世界人民的生命 作为殉葬品 陪葬品 那是我们不能答应的 而且今天所有判处的人 都是一些魔鬼 在宗教 文化 司法 政府 金融 娱乐 各个领域 无所不由 从文贵事件 你就能看得出来 海外 文贵事件 就是个巨大的造谣 在法律上说 在美国的400多万华人 实际上将近600万人 海外华侨几千万 是有多少人敢于面对 我们现在盗国贼们的真相 有哪个人能敢说出一句 这个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 和世界利益的真话 有几个人敢揭穿身边的 暗藏的特务和这些魔鬼 几乎没有 这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整个的 盗国贼们对这些人的控制和影响 超出了你们以往所有想象的 和的和的和 那么这些人不仅仅对我们每个人造成威胁 我认为对世界造成威胁 另外一个 美国政府官员由于和中国之间打交道 我见的太多了 很多美国人把盗国贼的个人想法和行为 理所当然的当成了国家行为和国家决定 这是对中国人民和对中国的不理解 因此他们是被骗上当 一次次的被骗上当 给中美之间关系造成了极不健康的发展 我认为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 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互相猜忌 互相不信任 甚至是互相有敌意 这在过去我们几十年到美国来到国际来的 这个国际环境和两国人民的之间的友谊 那完全是相反的 我认为这是巨大的威胁 再反过来说 就是有些中国政府和中国盗国贼们的高官们 和这些腐败官员们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 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说些不拿中国护照 我有义务 我相信我也有这个我自己的这个自信的能力 能向这些国家传递中国人民的真实感想和真实想法 同时我认为这是在维护着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 我们可以用事实来说明 所以比尔格斯先生这个采访和报道 很多方面没有写出来 比如说我向他重申了习主席的重要性 中国现在需要一个强人 需要一个有道德底线 有法律意识 需要能执行 真的敢和盗国贼们叫板 能让中国这个巨大的机器能正常运转 需要习主席的伟人 这个他没有说出来 但是这不重要 我觉得像比尔格斯这样的采访 我觉得还是需要多一些的 让西方更多的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老百姓的想法和心声 了解更多的真相 我认为使中国不变成北朝鲜 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同时我也向盗国贼们展示和宣誓 任何一个盗国贼都可以明白 郭文贵到今天有很多选择 你们一次次的骗郭文贵 一次次的骗 没有一次兑现诺言 前天有一位老领导说 文贵当初那个516那天那个会议 那个直播你要不播的话 你所有的问题都给你解决了 而且会解决得非常好 就因为你当时511 你们这个说得非常好 沟通得很好 因为你用这直播接下来发生一系列的 这样的更坏的事情 我完全不同意 从我和北京官方接触 我到现在没有一次兑现诺言 没有一次不对线诺言的 全部兑现了 是他们一次一次的毁约 失信 欺骗 我必须向他们展示 只有你跟我说的 你不对线 你走一步 我就走十步 但是我再次再次重申 我到今天为止 我还没有走出 我认为最不能回头的一步 一步也没有走 如果这些盗国贼们 你们认为郭文贵的料没了 或者选择就那么少的话 咱们拭目以待 我不想走向那一天 文贵走向那一天 就像那天我跟Bear Gates先生说的那样 我一旦走向那一天 一定会让这些盗国贼们 让他们震惊 一定会让你震惊 让你终生后悔 而且让你所有的 像你的家人和你本人一样 像刘晓波先生一样 一样也会骨灰撒向三剑 而且没有人付钱活化你 你连这个都不配 所以我不想走向那一步 我要想走向那一步 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 但是目前看来 我不走向那一步的可能性不大了 因为盗国贼们的傲慢 权力的傲慢 和那种愚蠢的信息 一个个的假信息 和一个个人给的 对他们的欺骗和承诺 对他们一次次抱有的希望 把他们那种愚蠢懦弱的一面 来衡量文贵 那可能真的是 要叫文贵要走向他们恐惧 和我不想走的那个方向了 如果走到那一步 文贵 会非常欣然 因为我已经做了一切的努力 我要对得起这个国家 对得起这个民族 但是如果说 你逼得我走到那一步 那也是 我非常高兴去做 因为我已经尽力了 在我们盗国贼作为的领导当中 最大的两个问题 就是互相欺骗 互相猜忌 今天的互相欺骗 互相猜忌 让所有的高层 中层 下层 都成了被利用品 何去利用别人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 内部斗争 看是和谐 看是可控 实际已经失控 从过去的 打群架 现在是乱打架 那么这就是 比尔盖茨先生 采访的这个背景 和未来的基本走向 接下来 我要再说一下的事情 就是最近几天 对不起啊 这网络还可以啊 很好很好 我们要说一些这个 最近几天盗国贼们的一系列的行动啊 盗国贼们除了对这个我的家人的挑拨 我说 员工啊 这个 这个分化 还派出了一个个的队伍 到海外 我的各个合作人朋友那儿游说 不要接触文贵 不要跟文贵合作 这个到美国到英国提前打 一个大陪传 因为他获得了一个个的假信息 对文贵进行交易遣返 同时 在香港 在海外 想查我的资产 进行这个这个 以各种名义查封 让断了文贵的财路 说实在话 这些事情 他们现在这么做 我完全是能想象得到 而且我真的很惊讶 如果文贵今天所干这些事情 能被你这些手段 要能给掐死 要让你能给灭了 那还叫郭文贵吗 那不都变成一个个天真 充满了幻想的小波先生 都被你们给搞死了吗 早被你们搞死了 可能吗 但从这件事情当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盗国贼们和这些人们 对上蛮下骗 虚假情报和信息 充满权力傲慢和幻想的 一系列的行动 我在这里 不能向推友们一一介绍 接下来我会很多话 要跟推友们说 未来 因为这个每天发生的事情 是推友们真的无法想象的 两天前 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朋友 专门飞过来 面对面的 要和我谈谈 跟我讲了 未来我即将爆料的老常委 还有他也知道新爆料的 即将爆料的新常委 和这些人 而且提前告诉我啊 包括我刚刚在这个之前看到孙正才先生 不当重庆书记了 他也跟我说孙正才不在重庆了 陈敏尔去了 毛毛毛常委 下一步要当这个什么 到政法了 哪哪谁当纪委书记了 跟我讲了很多 很高层 很重要 也是我很信任的朋友 其中他就谈到 他是文贵 他们先对你采取的措施 12345678 他跟我说了半天 凌晨两点钟了 我听到他在那块儿谈呢 在那块儿说 我感慨万千 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今天能对我说这些话 你能告诉我他们这样的想法 我真感受到了我万分的荣幸和万分的感激美丽坚共和国 我庆幸我不待在那个真的毛史坑里 我庆幸我没有和他们站在一起离那么近 因为我能感受到整个大地的在震动 即将防倒无塌 天崩地旋的感觉 我包括你 我说这就是我过去所说的 中国的股票市场 金融机构 私营企业家 还有手中有现金有房的人 将到了灾难的时刻 我说到7月17号的时候 这位朋友主要是要阻止我7月17号爆料 不让爆谁不让爆谁 我7月17号没有爆料 只有证据 我再次给所有推荐们说 7月17号 如果你们想看那些三级片 金平梅想看热闹的 我求求你们千万别看 因为你会枯燥 你会睡着 你会睡着觉的 没有任何的 你期盼的那些 这个什么 八卦 金平梅 没这些东西啊 但是你要想了解 真实的王岐山 和真实的家族 和海航 还有任何有良知 有文化 有法律概念的人 对国家这个整个盗国贼和贪负事业 不把我当网红 把我当成一个有责任的人 这个对爆料事情客观冷静 千万别站在文贵角度 站在客观事实角度想了解真相的人 你一定要看这个节目 因为你看上去很简单的每一个字 都是文贵花了大钱的 大家知道 我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多少钱 从英文再翻译回来中文 因为必须是经过法律限制 英文和中文 再翻译成中文 都要得到认定 什么字可以放 什么字不可以放 都是花了五次的钱 而且我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看上去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它非常之复杂 所以它没有你期待的 什么啪啪啪视频啊 淫乱视频啊 飞机视频那小手啊 我再次的向厨领文 别浪费时间 看热闹的 回家睡觉去啊 那717不要看啊 717你不要看 这位朋友呢 我说 我717 我报完以后 我会向你们展示 在金融领域 大家都想知道的事实 就过去这十年 中国钱去哪儿了 中国的钱现在在哪儿呢 我以前说过 这些事实不是他爆料的新华社 也不是他爆料的那个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 他们能解释的 因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 在国外花上一两百美金 就可以查清楚 我报的料的真假 而且任何一个负责的对国家这个法律 对国家的人民和国家负责公务员 司法机构都可以去查 是真是假 你可以看到中国的金融机构 已经完全成了盗国贼们的洗钱 偷钱 骗钱的工具 我给这位朋友说了几个 我拿了几张纸让他看了看 他当时就惊讶了 他说你说这个盗国贼我真明白了 我说他不仅是盗国贼 是盗骗国贼 而且他这些事情 一旦被揭发 十四亿人民 我不希望十四亿人民都明白 我就希望哪怕一千四百万人明白 这个国家还有希望 如果连一千四百万明白的人都没有 这个国家民族就不值得再给努力 也不值得做什么事情了 因为我可以听得到房倒污塌 地动三摇 满目创夷的那一天就要到来了 房地产将一文不值 金融机构存的钱将完全不是你的 然后你看得到你家的车 你除了还贷款什么都不是你的 两三年你白忙活 过去十年你白工作 你都成了群光蛋 而且那些天天现在打着旗号 天天什么爱国爱党的人 他比谁哭的都痛 因为他最惨的就是他 那就是真的中国要需要一个金融的诺亚方舟 中国真的需要像后天拍电影一样 准备一些几个能逃生的船 因为到拉萨的放着去 因为没有多少人可以躲过这场灾难 中国的金融灾难 中国的现在房产的灾难 和股市的灾难 和股市的灾难 即将到来 而且就是因为这些盗国贼们和盗骗国贼们的 他们的行为 我说不是因为郭文贵7月17号不爆料 他这事就不发生 也不是因为我爆料 他才会能地动上游 我说根本不是 我起到的作用 就是让这些无辜的老百姓 在洪水来之前 地震来之前 让他躲开 尽可能的减少损失 或保一条命 我说这是我想做的 我真的不在乎 哪个盗国贼 哪个人像王岐山先生他们家谁被抓 我完全不感兴趣 你把傅政华给枪毙了 你把王岐山给枪毙了 我根本不在乎 现在抓不抓是谁 判不判是谁 文贵完全不在乎 文贵爆料到现在已经是目的 爆料这几个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了 达到了就是让人们知道真相 我不相信这件事情 他会控制三年五年十年 没人管 我绝不相信 只要有人管 我就知道 他们就会得到应有的报应 人民的审判也好 国家的审判也好 还是世界上 这个各个国家的人 对他们的审判也好 这一天是一定要来的 只是哪种形式 什么时间而已 我干嘛着急呢 我像这位朋友说 最关键的事情 我不希望我的家人 我的员工 我的同胞 在洪水猛兽到来之前 地震山摇之前 他们还被锁上门 还在屋里睡觉 然后 盗国贼们又扮演了英雄出来 拯救他们 穿上靴子 满头凌乱 流着几滴眼泪 送几床被子 我不希望他们这一天发生 所以说 我说717 我要展示完大家这些东西以后 让大家认真地看看 看完以后去调查去了解 我要唤醒世界上很多人的认识 坦白跟你们说 我现在很多事儿呢 没告诉你们 很多国际机构 已经同时在和我工作 他们一直让我慢一点 慢一点 慢一点 因为外国的这些机构 都是相很慢的 程序很认真 就像当时 这个 纽约时报 出面证明了文贵 那个 报赫家的那些 完全是证据的那些 爆料情况下 这种事情会很多发生 因为很多其他机构 也会未来公布 文贵的爆料的这些证据和事实 所以我告诉了 这位朋友 我说我文贵爆料的证据 真假不重要 事实是否存在最重要 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中信银行 德国的德意志银行 参与洗钱 骗钱 转移这个非法资产 这个事实存不存在 海航在一千多天 二十万倍的增长 存不存在 贷款一两万亿 存不存在 这个冠军刘成杰 孙瑶 姚明山女士 姚庆先生 他们这些控制的资产 和海外存款 存不存在 只要这里边任何事情一件存在 我不敢保证百分之百 那他就必须需要说清楚 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他和王岐山先生 什么关系 王岐山先生 扮演了什么作用 像这个 中国现在几个更大神秘的企业 我还没有报 我想717之后 接下来 我们会公布一系列的事情 和海外的其他机构 一起来公布更多的事情 我们要用事实 事实来证明 然后让大家一起 来看到这个整个事情 全部的脉络 那就是 我们所谓老百姓 我不是公安 我不是检察院 我不是法院 我没有义务 也不会提供所谓中央电视台 新华社他们想要的证据 提供那些证据 向人民提供 向司法提供 那是中国人民的检察院 法院公安来提供 郭文贵提供的是一个事实 是一个线索 我要供这些机关去查 所以说 这个 我这个朋友说 你看这个中央台都报了 你这个信息的真假 我当时就告诉他 我说你去 问一问这些办案人员 那些是真是假 还有一个 我说的事实和你的证据之间的关系 你捋清楚 事实不等同于证据 但是证据和事实之间有关的关系 但不是绝对的 我说还有你要分清角色 我郭文贵没有义务向你提供证据 我只告诉你事实足够了 何况我也提供了你根本 这么多年来没有的证据 这位朋友 你的劝说 和你的忠告 我都永远记住 然后他跟我说 文贵你走得太远了 这个走得太远了 你和一个国家作对 你和一个民族作对 我说你说错了 我没有和国家作对 我没有和民族作对 我是和绑架了国家 绑架了人民的 盗国人民作对 这一点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明白 我要真和这个国家作对 人民作对 我早到不了今天 也可能事情不是这样的发展 那么接下来呢 大家可以看到的 这个文贵还被骗了一个那个两千万 救女员工两千万这事情 所有的这样的事情 被骗的两千万 证明了我对员工的呵护 现在任何一个人 包括那北京老领导来我说 任何一个人能把我员工放出来 我马上给你两千万 五千万我都给 而且这些员工 只要不离开我郭文贵 我一辈子我养了他 我从几年前这么说 现在还是这么说 在我员工的安全和自由问题上 是没有价格可谈的 只要我能拿得起 我就会去做 那么被我被骗的事情是个笑话 但我很荣幸 因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是应该有信任的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是应该有感情的 这比金钱重要 我的员工能少受一天罪 那我就必须得做 为什么五一六 我那天爆了料让他们那么恼火 因为那天我的吕涛的事情 他没有按照他程度去办 这是为什么我要爆料的原因 因为我的员工他比我家人还重要 他是我的道德 他是我的良心 我的企业的情理并重的文化 这是我的核心 我永远要遵守 对内是情理并重 对外是道德红线 法律红线 那么被骗的两千万里面 还有被抓的宋军 还有被抓的陈向军先生 这所有的故事 跟所有事情发展的事实 完全不符 我现在不想澄清 就因为当事人在他们手里控制 是他们的肉片 就这些人的真实的故事 也每个都可以拍上电影 因为这更加的展示了郭文贵做人的道德标准 和对员工 对亲人 对朋友之间的信任 和对金钱财富的理解 这些事情发生你们看得到 我没有背信一次诺言 我给出了超出他们想象的钱 而且很多人 在这个当中 他们发展了另外一个方面 而且我认为 这几个人被抓都不是坏事 因为这次进局 会使他们人生更加完整 他们会更会成功 而且我认为 他也会成为下一个郭文贵 那么这些事情都不是真相 他们在掩盖什么呢 因为他们掩盖了某些领导 宋军先生在机场 都是给谁服务的 全是有私人飞机的 千万别忘了 职位非常之重要 他在那个位置 是位不高犬重 认识都是常委 政治局委员的家人 这一次又是借文贵的事情进行了灭口 海航的那位马先生 头两天告诉我说 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借局就把他给灭了 震喝了海航的员工 同时也震慑了所有的给我提供资料的人 然后我们的副总 那位杨女士不是我的秘书 是我的副总 救她回来取保 因为我在多次以前节目说过 他几乎快崩溃了 头发全白了 家里的孩子都下成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下成心脏病了 父母都病了 我一再呼吁他后面杨英和这两位女士 那么当时呢 被骗呢 也是有政治背后在里面 同时也展示了中国 这种假文化 什么不假呀 一切都是假 假政治 中国是骗子满地 假满地 文贵上当受骗 不是个案 不仅是文贵的愚蠢 也是中国盛行了假骗 这个文化的一个真实写照 那么这个两千万的被骗 我感到很荣幸 它会让文贵的对待员工 对待朋友 对待事情 成为一个最真实的 一个积极的案例 在中国社会 不是每个私人老板 都是像他们宣传的一样 所有的商人都是见利忘义 这是政府官员有意的轻商 然后这个是对我们私人企业家 的侮辱的一个流行 大家被认可的洗脑文化 商人不是只是重义清别离 也不是重力轻易 而且从我这一系列被曝光的事件当中 可以看出来 私人企业家绝大多数是有良心的 是有价值的 私人企业家是对社会有贡献的 是社会的主动力 绝不是盗国贼 也不是他们宣传那样 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盗国贼 可以在被抓以后 对自己的员工同事家人 可以这样的 不顾一切的 安全和利益去拯救的 所以呢 台湾和香港的各个朋友 最近跟我联络特别多 希望我爆料 说你看现在台湾 东森电视台 天天爆料你的事情 因为台湾已经彻底的被统治了 台湾你知道我要爆料那一刻 又是核弹级的 很多人是要破产的 很多人是不敢再呆在台湾的 因为大家知道 在1998年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某个军事机构 某个军事机构 就是总政联络部 咱们说 在这个北京三环以外的 那个四环以外的NG花园 就买了三栋别墅 三栋别墅里面 专门是总政联络部 当时的是邢建明负责的 邢建明 这个 这个 他的负责就是联络 这个台湾的将军 还有重要的企业家们 还有国民党人士 在那个地方 用他的话说 完成了一次一次的国共合作 这个 在一个录像片里边 一个国民党的 一个高官 来和这个几个 他喜欢的明星 他宠门 当时是最火的明星 那录像看了 大家都会惊讶 最高的明星 就为了 所谓的国家利益 跟这位高官睡觉 睡觉之前说 我们这次叫 共和共合作 然后把灯拉开 拉灭了 结果这个女孩拉灭的 半中间的时候 这女孩把灯拉开了 俩人就大笑 这是真正的国共合作 亲密一家 在那个地方 发生了太多了 太多人被搞定 商人 国民党人士 军方人士 那不一个个的被拿下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当我说要爆台湾料的时候 他们害怕了 马上从台湾纠集起来 各种事又妖魔化国文贵 对话不可信 是骗子 骗台商 这个台湾也有法律 大陆也有法律 香港也有法律 都过去一二十年了 而且说的是 完全不是事实 来妖魔化郭文贵 在香港通过各种法律 法官 司法界 房地署 找文贵的房子的麻烦 找文贵的各种银行的麻烦 所有的中资机构银行 都把文贵的有关的没关的账号 查封 冻结资金 就这种力量之大 这个违法犯罪 对台湾、香港、澳门的控制 这是完全超出想象的 现在在台湾、在香港 没有任何人敢谈文贵 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除了老百姓之外 官场、商场 在桌子上没人敢谈文贵 台湾的人告诉我 香港人告诉我 这是一个统一的现象 为什么 有脸有面的人 都会不相信对方 担心文贵一谈到 被这个大陆知道 说好也不行 说坏也不行 同时大家都害怕 万一文贵抱我了怎么办 所以台湾、香港最近 最多的人都找我 千万别抱我的料 你可见他们恐惧到了什么程度 他们恐惧到了已经提前预期的毁灭文贵的形象 实行三无政策 文贵跟谁都啪啪啪赢棍 文贵这家这个穷鬼恶神 沾上他全完 千万别沾他 再一个这家就是一片子 别相信他说的话 这恰恰地证明了他们的恐惧和他们的担心 在某种程度上也替文贵做了宣传 在某种程度上也达到了 基我预期开发爆料市场的效果 我真得感谢感谢这盗国贼了 聪明反辈聪明误啊 我还是说那句话 台湾和香港的问题 我要不出手 出手一定会震撼世界 震撼世界 我准备了28年这话 不是骗人的 不是胡说八道的 我过去接触纪正德 接触马建福部长和安全部情报人员 大家可以看我过去的历史当中 过去这20年 几乎就和情报部门打交道了 我几乎跟的全都是政法的官员打交道 我几乎没有和其他行政官员打交道 我几乎除了司法情报部门 就是金融领域打交道 所以文贵这几十年的整个脑子里装的事情 不是今天哪句话能说清楚的 也不是哪个人就能否定的 没那么简单 现在你们要从肉理上 物理上消灭掉文贵 那文贵能没准备吗 那能没准备吗 如果你那么做 我也做好了准备 但是你会看到 那个灾难一刻的到来 文贵不想走向那一天 只要能达到目的 能实现过期条 那就能解决 郭契条当中的反对的以贪反贪 以黑反贪 以黑反腐 以黑反腐 完全是证明了文贵的政治和敏感度 和过去对信息的了解的真实度 现在是以黑同港 以黑控港 台湾是以黑反台 也是以黑控台 这样下去 大家都是在哪 这就是文贵所说的 现在的各方的反应 和现在面对的事实 对待文贵的爆料 和文贵的计划和过去条路推进 是胜利的 而且从袁洪冰先生和郭宝胜先生组织的节目当中 一耳再再耳三地提醒了文贵 我非常感谢 真是这俩人的节目太棒了 一再来说 这些盗国贼们对文贵的打击 会更加猛烈 对文贵的各种方面的攻击 会更加猛烈 在两周以前他就说了 他了解中国的这些盗国贼们 确确实实 这是这两三周内 前所未有的全面性的猛烈 但是这在我预料之中 在我预期之中 随着刘晓波先生的事情的过去 接下来盗国贼们 还会对这方面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攻击 那么现在我向各位推友们所说的 我们要报的料当中涉及到的原来的常委 和现在的常委和金融领域的重大的黑幕 真的是没有开始 一旦开始 大家会看到你无法相信的事实 我也希望所有能听到 现在文贵这个爆料视频的人 深刻地静下心来理解一下 把你手中的活放下理解一下 我说的这些事情 和你身边发生的现象 和你面对的困难 有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老百姓们 孩子上学困难 买房困难 做生意没有贷款 各个部门掐着你的脖子 钱越来越不值钱 什么东西越来越贵 而且存款 有钱你想花你说了不算 你想出国护照不给你 你想想你还是什么 作为人来讲 你几乎失去了 一切所失去了 所有 除了你为了当奴隶 当猪狗给赚钱之外 所有社会上的人民所应有的 权力和应有 基本都剥夺了 这就是文贵为什么要告诉 所有老百姓的真相 你们的未来 你们的安全 你们的子女 和尊严安全 根本不会存在 易珠宝 范雅 杨改丸 雷阳 聂淑斌 709律师 刘晓波事件 每时每刻都在演着 只是你不知道 而且一定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这就是文贵爆料的初衷和核心的目标 这就是为什么 我要把在717当中展示给大家 这些人为什么不让你干的事儿 他都去干了 为什么这些人 就怕你知道的事情 他却都做了 为什么他们现在要开始了实行 这个网络这个控制 为什么实行了14%的维稳的经费 为什么你每天走到任何地方都有警察 为什么你唯一想看手机的权利都没有 我告诉你答案 但是所有的成功 就像我说 我们只能用大家的心中的怒火 心中的怒火 我崇拜火 来点燃这些盗国贼们 我们才有希望 我们才能看手机 赚的钱自己说了算 自己的房子能自己说了算 不会被收走 然后赚钱做生意没那么难 贷款也能贷得到 还有人有尊严不让人当猪狗 这是唯一的希望用我们心中的怒火 点燃这些盗国贼 我们必须得行动 只要不行动 我们都会变成猪狗 都会变成死无葬身之地 接下来我想所有的推友们 从717之后 我会接下来连续性的爆料 连续性的爆料 这些爆料呢 会对整个的文贵的视频过去报 要进行一次次的总结 主要是证据 主要是证据 希望所有的推友们 能把文贵现在所有的视频 广泛传播 广泛传达 号召所有的身边的人 上文贵的推特 上文贵的YouTube 看文贵的视频 最起码让他们知道文贵做了什么 文贵不会在你们那儿要任何东西 但是我希望文贵 这个所有说的真相能让更多人知道 这就是对文贵最大的帮助 点燃所有你身边人的心中的怒火 烧死盗国贼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改变盗国贼对国家的控制和绑架 让我们每个人能活得安全和有尊严 让我们不变成猪狗 这就是文贵的目标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得到起码的人的尊重 让我们的子孙们都有一个好的未来 都不变成雷洋 不变成刘晓波 不变成一个个私营企业家被抓起来 所以呢 这个717 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再次重申 看热闹的千万别浪费时间 想关心真正的证据和事实核心的 海航这二十万亿到底存不存在 他那两万亿存不存在 姚明山女士是不是美国公民 姚庆到底有什么东西 冠军和刘承杰孙瑶到底有什么东西 这个大家可以好好地认真看一看 再一个对文贵提出的证据 欢迎质疑 欢迎怀疑 欢迎论证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所有的推友们 感谢你们的支持 感谢你们的关心 文贵将用事实和行动 来实现我的过期条 我们的过期条 建立我们的推特党 建立我们真正的海外华人 能团结起来的一个正义的力量 保护民族和国家的利益 烧死盗国贼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所有的推友们 对文贵的关心关注 谢谢